请赞关注加收藏哟 今天的食物依旧是多春鱼还有老鼠腿 那么总要提供喂多春鱼呢 因为其他鱼体内有很多的硫胺素酶 如果体内有过多硫胺素酶的话 将竹子蛇对硫胺素的吸收 所以有很多树袋蛇成年之后 或者有的小时候也会有 因为这个东西要积累 过多才会有那种反应 它就会发生静卵或者抽筋抽醋等现象 所以呢为了防患于未然 还是不要喂其他的鱼类 尽量都喂多春鱼 而且多春鱼非常的便宜 在市场上卖洞货的地方都有卖多春鱼的 树袋蛇的心情代谢特别快 所以你们可以三四天左右就可以喂一次 记住不要把树袋蛇喂成了大肚婆 树袋蛇特别的活泼 别的蛇可能一整天都待在盒子里 躲避里不动 而树袋蛇会经常反应它到处爬 而且树袋蛇的食欲都特别旺盛 看 看 树袋蛇是卵胎蛇 就是它生出来直接就是小蛇 但是呢生出来的小蛇都特别小 是贵在量多 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下吃多春鱼 吃鱼的时候 记住要把鱼吃得小快一点 不要有鱼刺 然后罗飞鱼也是一种可以喂多春鱼的蛇 也是一种可以喂树袋蛇的鱼 而且泥丘青蛙啊 小蝌蚪都可以喂 但是它们体内经常都特别多 所以喂之前你需要动一下 但是这并不代表说就没有急生虫了 急生虫还是会有一些幸存的虫卵 所以要定期做打虫 但是蛇在小时候就不要做打虫了 等大一大再吃 虫药的话直接去 那个药店买人吃了长虫精就行 但是注意那个量 带蛇你可以给它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水盆 稍微室度稍微高一点 但是不要让人说刻意去注意就行 怕再稍微大一点的水盆就可以了 而这些树袋蛇在野外的时候 部分树袋蛇都是会有群居的行星 在野外它们经常一群一群的在一起 所以说你可以把两条或者三条养在一起 但是尽量还是推荐说单独养 不要养到一起 因为怕它们互吃 因为有的时候一条蛇咬住了鱼 另一条蛇就以为这条鱼在动 就会互吃 如果害怕小老鼠的话 就可以养树袋蛇 这是一个怕蜀人士的福音 但是说树袋蛇的食物还得多样化呢 可以喂个属腿加鱼 长大之后也可以稍微喂的安纯 还有鸡心什么的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还有不同可以在评论区里面 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拜拜